我相信每个人看这个综艺的角度都不一样 也许爸爸妈妈看的是怎么样能够综强这个亲子关系 也许小朋友看的是这个游戏真的非常有趣 从我的角度我反而是看到了一个童真 看到了一个成年人身上缺失的一些部分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自己也是一个勉励 对于我自己未来的事业或者家庭或者人生的一个道路上 也是要去学会不忘初心吧 就像一个小朋友那样 永远对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事情都充满了好奇心 然后用自己的努力去证明自己 我没有任何遗憾 我觉得非常自由 而且我非常感恩我的父母 给了我这么大的空间 我也会跟他们说 你们就要相信我 然后他们也是非常尊重我的选择 所以在不管是我的人生规划上面 还是我的事业的选择上面 我从小就是一个比较有主见 比较有规划的人 那我的父母也选择了百分百的相信我 然后尽可能很少地干预我的这个选择 所以我在这个方面也非常地感谢他们 在我的概念当中 一个好的亲子关系 应该首先要认可 就是你要相信 不管是子女相信父母 还是父母娘相信我们的一个坚持和我们的一个选择 特别是对我们 像我这样比较有主意的 就是非常坚持我自己有想做的事情的时候 要给予足够的支持跟鼓励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嗯 看起来